你選擇用支票領取 第二,經濟活動身份 就說你就業失業料理家務者 我做甚麼關你鬼事? 我做甚麼是不影響我這個計劃的 為甚麼你要我取得這欄呢? 第三,族裔 華人尼泊爾人,泰國人 喂,我是甚麼族裔 又是關你領取那個計劃甚麼事? 是不是我是孟加拉人,你又不給我? 我只要是香港永守性居民 我就可以領取 很多人就去拿這個 其他就故意填香港人 很多人都不知自己填自己是中國人 華人,還是香港人 所以這裏又是無關的 是可以不用填的 剪掉了 第四 通常居住在香港,那是多少日? 一般政府是有定義的 可否寫下180日? 第五 持香港身份證 他又說不包括甚麼人 就不包括要訪客身份來港的人 找個腦去想想 訪客來香港 他怎會跟你申請關愛共享的計劃? 剪掉了 第六 這個 我覺得是有些文字上的問題 只要你有拿生果金 長者生活津貼 雙殘津貼額外兩個月款項 中緩 你都沒有資格拿 這個是對的 但是你分開列出 那就不會出現這些文字上的混亂 因為有很多家庭就在拿 雙殘津貼額外發放的兩個月款項 就混在前面那些中緩港的 那你其實可以分開列出 就可以解決那個問題了 好了 下面這堆又是混亂的 我相信我們很多區議員辦事處 寫的內容都給他清楚 就是說那份稅單 有什麼地方 是會導致到你領取四千元領取得少了 第一你可以 塗列式 告訴別人聽 什麼情況底下 就會扣減你的款額 就是猜響和申報稅 第二 我建議局方是 將你稅單裡面那一欄 是在哪個位裏列出 那你就可以被那些家庭自己 找回那份稅單 哪個位自己扣減 那這個是第七個問題 最後這幾版也是 愚蠢 有很多人就說 今次這份東西就 print 成四版 結果兩元的郵票 都寄不到那份東西回去 你看看 投帝方式 就見到這裏那份聲明 那你說聲明要這麼大的字 要那些人看清楚 那我無可厚非 但是後面這裏呢 有兩頁子 這兩頁子就是 就是收集個人資料聲明書 你可以壓縮它 變回一版 你就不用整這張東西 這張東西是完全無必要寄回去的 你無必要寄回去 你就不要整這張東西 讓人家每個print的時候 又要print多一頁出來 那你就搞得人家浪費 就是了 投帝方式 可不可以整一個兩元以內 加上那些住資證明 銀行副本 身份證副本 都可以寄到的方法 是不需要整份表格這麼多版的 第九 就是這個聲明書裡面寫的東西 很多你都可以精簡出去的 是不需要說收集個人資料的時候 是這麼永長去列出當中的內容 我希望他們可以在改革表格上面 能夠做得好些 讓申請更加簡便 那就不用 導致有這麼多居民軟聲載道 謝謝各位 有沒有其他問題 我搞得大家好像不斷地抄 是的 大家可以參觀